为了推广食农教育,水里向农会日前就在永丰社区举办催眉DIY活动,邀请社区内的居民以及家长还有孩童到场共襄盛举,希望能够借此地让民众们体验DIY的乐趣。 办这地的窃围,今天是我们的总案师,在我们的地方,全照顾我们的农民,所以我们今天基盘就是要让我们永丰川的回馆,跟农川的福利来做窃围,跟孩子们的家庭。 几乎每年都在办这个活动,参与的人都很多,有时候都爆满,我的梅子的分量也不够,有时候都还要另外再追加,今年是我都控制得很好,而且大家都玩得都很有趣,也很开心。 从沙青、敲烈到庄冠,在农会员工的指导之下,民众也做得非常成功,更从庄更加认识梅子的相关知识。 这也是我们农会结合社区,来让我们社区这些成员,来体验我们农会的指导教育。 那今年所有的厂制总共对全台湾,我们办了将近50厂以上。 因为梅子是我们在地的产业,那能让我们认识更进一步的认识梅子,对身体的益处。 所以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呢,我们感觉非常的有趣,而且能增加我们的知识。 啊,不会啊,因为这个很有趣,那也能让我们的守护呢,能增加一些活动。 医院正说也到场参与,陈医院肯定农会推广地方产业的用心,也希望透过活动的办理,可以让更加论梅子相关产业。 那在我们地方农会的推动当下呢,不只是永峰社区他们争取要做这个切尾,还有其他的社区,包括其他的县市乡镇的农会,也都一直跟我们水里乡农会来做一个接洽。 那今年水里乡农会总共已经接洽了将近60厂的一个切尾DIY。 所以在地的生产的这个青梅呢,能够带动这么多的游客,愿意到水里乡来参加切尾DIY。 这个就是说,在地的农民他们所生产的东西,那由水里乡农会来做一个辅导。 相信在未来,我们水里乡的青梅应该可以再推到更高颠峰。 农会强调今年度也规划许多场次到外星市来推广,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更多人看见水里乡的迷产业。 接着邱平易水里采访报道。